大家好 是 這首歌又是跟阿嬤有點關係 上次我們聽到君敏講阿嬤的故事 大家都是他 動人的眼淚 那你這首歌有什麼畫面呢 就是其實這首歌 就是要送給在天上的阿嬤 的外婆 就因為她 兩年前就是住院的時候 就是 跟我說她很想要吃布丁 可是因為她糖尿病在洗腎 就是 長輩們說不行 因為她血壓會升高 但是我一直記在心裡 就是 她過幾天之後 她就離開了 她就是 最後我只能在 去祭拜她的時候就是 戴著那個布丁 放在她的那個 靈堂前面 就是 這樣已經過兩年 就是會一直記在心裡這樣子 好 首先我們請秀蘭瑪雅 來 評審 好 君敏選唱這首歌 你是我所有的四名 其實這首歌 大家應該都耳熟能詳 尤其是這首歌 從以前最早期 像我們小時候歌唱比賽 都聽很多人都唱 都選唱這首歌 這首歌要怎麼突破 很難 所以我就在想說 你會怎麼樣來詮釋這首歌 有些地方你唱得非常好 比方說 都在最後收尾的地方 比方說 我把心思寫人聽 跟只有你上庭來作伴 這邊你在收音跟收尾的地方 都非常能夠掌握這個氣氛 沒錢也請 水運走 我把心思寫人聽 那稍嫌不足的地方 是在副歌的地方 對你一片真情 從來不曾變過 尚心裡也知道的這一邊 雖然說 每一位唱 把這首歌唱得好的人 都是從這一邊 劍強地唱上去 尤其是在 尚心裡也知道的 這聲音是全部放出來的 你在收尾的時候非常好 可是當你在放出去的時候 你收了 所以就少了一點點 那麼 感覺就少了那麼一點點 你是我全部的性命的那種感覺 就好像是失去了你 我就沒命了 的那種感覺 還差那麼一點點 這一點地方再加強就很棒了 薛忠斌老師請 居民其實今天選這個歌是很好聽的 然後我覺得居民在唱這個 情緒也是有掌握到非常細膩 相信你今天因為 想要再把寶座拿回來 你是用盡了情緒來詮釋這首歌 那這個歌我覺得其實在你 對你來講這種三派的歌 詮釋是對你來講是綽綽有餘的 因為我有仔細觀察你 其實你拿麥克風的方式是滿厲害的 就你有些東西你會知道 想要避開一些情緒或 力量出來的時候 你會稍微把麥克風挪一下 但老師比較建議你 其實有些地方 因為你原來的力量本來就很好聽了 可惜你就拿開一點點的時候 那個聲音反而是弱掉了 其實那個力量 你到第二次就沒有 你第二次就 那個聲音唱出來 你就很有那個張力 因為你麥克風有拿在那個位置上面 然後我覺得其實你聲音 其實比較綿密 其實不需要硬要唱得很悲憤 反而讓這歌過於變成有點 感覺上情緒是太刻意了 你可以稍微放緩和一點 對你比較有幫助好嗎 加油 謝謝老師 那柏尾其實我知道你試著想要嘗試 改變歌路對不對 就是以前你唱都是比較 中規中矩的音域 你今天選擇一個是 比較像是女生的歌曲 然後把它線條性一點 其實我比較喜歡你後面 後面有打開張力的地方 唱出來那個力量 是比較像你的力量 很不錯這樣 可前面因為你想收了太多 所以你把那個線條唱不出來 反而你是窩在裡面唱歌 稍微可惜一點點 因為你的線條沒有那麼順的時候 會聽起來音會不是很準 今天你比較最大的問題 發生在P曲不是那麼的順利一點 所以你要再修正一點 但是選擇改變是好事 好不好 加油 謝謝老師 洪敬堯老師請 柏尾我覺得 你刻意要去壓抑一些唱法 讓他比較輕 但是因為你的共鳴方式 是從胸腔 你都是就是上來的 所以你的聲音出來會比較慢 但是當你在唱輕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把共鳴的位置 放在口裡 讓大家很清楚的聽到 你要唱輕 那我覺得你就不要嘗試這種唱法 不然很容易在組歌 就會讓人家覺得 你好像唱得不是那麼的 進這個歌詞的這種意境 然後就會覺得好像很輕描斷寫 就把它唱掉 這是比較可惜的 好不好 好 加油 謝謝老師 首先來看廖君敏這首歌 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廖君敏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70、80、90 90幾分呢 91 還有沒有 小數點是多少 恭喜得到91.6分 謝謝老師 接下來柏惟這首歌 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柏惟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70、80、90 90幾分 90 還有沒有 得到的分數是90.2分 是 也平均只在90分以上 接下來介紹三號參賽者 陳思琦